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要交給我們的 顏值擔當,威律顏值擔當,魯律師來分享 那我們就一樣借用各位的裝熟 歡迎魯律師來分享 謝謝大家 這位就給你,大家幫我拿一套 終於是要幫我往前面坐 一起坐 那我怕,我怕讓你都沒講到 這樣接回去會講說 欸我今天去,都陪你去而已 就是這個打算 好,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議題這樣子 那首先我想,還是讓大家看一下周律師的簡歷 好像周律師自己講一下現在自己的這個經歷的狀況 我現在目前是在 那個,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NMEA 就是 那個台灣最大的新人理協會擔任監事 那目前在那個 律師公會,全國律師聯演會裡面是 文創運動約法的主委 大概跟這個,跟內容才比較關 那另外就是 有在 文化部啊,史上部裡面擔任一些委員 大概是這樣子 OK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今天的議題 好 沒關係,剛剛已經介紹過 那我就想說今天的議題 我想說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我們主要會查兩個議題 一個是,如果今天上網 查AI跟法律下關鍵字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文章 會就覺得那資訊很多 可是其實這些文章是可以做歸類的 因為議題本身是可以做歸類的 不會像說大家看到的這麼雜 那我們今天的工作呢 就是把AI跟法律相關的議題 做分類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怎麼認為 AI的議題在內容產業 特別是在生成的這個方面 要怎麼去做處理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架構 就是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會講說 AI生成內容的法律風險 到底在哪裡 其實我們可以主要分成兩個架構來處理 第一個呢,是生成功能當中 會有侵權的問題 比如說我今天拿別人的東西 在我的素材簿裡面 我用了不乾淨的素材 傳出來的內容 可能就會侵權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 是我今天用AI的技術 去創作出來的成果的時候 像US CEO就說 這個樣子的成果 Mid Journey生成出來的內容 我不承認它有著作權 這是第二個 所以其實歸類來說 就會有這兩個主要的議題 那我們再往後面看 那我們會幫大家統整一下 台灣目前的這個實務簡潔 我們的智慧局 怎麼來看待AI的這件事情 下一個是今天 昨天 昨天行政院才剛做指令 針對AI 那該怎麼使用行政院 下俠所有機關 該怎麼使用AI這件事情 指令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會幫大家做整理 再來還有像美國法上面 美國自己US CEO 對於這一塊AI上面的看法 對我們做整理這樣子 我操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一新聞 就是講 AI寫判決的事情 我問一下統計 你如果今天 假使你真的不信當被告 你會希望 是法官 幫你新手寫判決 還是AI幫你寫判決 判刑的話 你會覺得 AI寫判決 你可以接受 我可以舉下手嗎 比如說判你五個月 如果他判得很輕 可以接受 不知道他判多少 現在法官就丟一個問題 說好啦 你要讓我親自來幫你 下 你要判多久 還是你要讓AI生成 來幫你決定一下你的生死 你會選前者還是後者 問一下大家 現在有 現在做得不好 沒有就現在已經要上 上線啊 從 他那是主注的 對 目前還不知道他的具體執行的方式 但從新聞看起來是他會 透過一些 設定的參數去決定他要判多久 看起來是連動 他現在預判 他的刑度 對對對 但 可是這就是一個人性啊 如果我今天可以有輔助 他已經幫我講好說 這個被告判一年 那如果是法官的話 基本上我在旁邊吃瓜就好了 就是 我如果要再重新看這些東西 那 我就等於 我其實我自己來決定心 然後沒什麼兩樣 你怎麼預防說法官不自己去介入這件事情 他事後如果真的我就是 算了反正就 結果就這樣 那 那我就稍微看一下 沒問題啊 就差不多啊 怎麼樣去預防 法官他不認為去介入 他是完全依賴 雖然說我不行這樣子 有沒有辦法 不同事情 不同事情 他現在是標準簡單的形態 那個形態裡面的 那他其實就是規則 他其實就是規則 他是異性的規則 但是異性的規則 人都可能會出錯 然後 電腦把它算好 對 這是 就是 就是這樣子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 大家會覺得 法官判案的時候 他可能會 比如說看你的 法條 那講看你的學歷 犯罪情節 然後再看 比如說犯罪的手法 犯罪所得 他有列一些要件 就是在斟酌那個行動 比如說一年到三年 你要判一年 還判三年 還是判兩年五個月 他有一些 數值 但像犯怒態度 是很概括的東西 你用AI的話 跟 法官如果現在在法庭 前面親自看到 這個被告 比如說 你的長相 一副就是 對 看起來就好像下次 會再犯的樣子 他可能 就是 比如說你今天 看起來就很善良 看起來你就會相信 他講說 我是不小心 一時處罰 但是如果這個 看起來就是 他以前感覺就 你侵犯他 會再犯 可是 這些東西 他可能只能從印象 看得出來 那叫直接審理 就是 法官我眼睛看到 你很可憐 但這在法庭 都看不到 可是他就會對法官有心症 你看起來越可憐 我也許就會越心放 會給你緩刑 但是如果你用參數去看的話 比如說法官在 下參數的時候 他可能下參數都一模一樣 這兩個個案的下參數都一樣 比如說都是大學畢業 然後年收入都要100萬 然後性別又剛好都是女性 然後 這個又都是出販 下完參數之後 他兩個得出來答案都是 好 那就是6個月 可是這兩個在法官眼睛看到的時候 這個看起來很可憐 這個看起來就是 生來犯罪人 他可能就會 最後他結果可能會一個判5個月 一個判7個月 這件事情有辦法 預防嗎 因為我們這樣公平審判 就這樣子 我是帶一個我覺得最近看到 因為 待會兒魯醫師會講到 行政院在頒布的版本 先講一個結論 就是行政院頒布的版本是 不拘束司法院 大概是這樣子 好 行政院頒布司法院不建合法 因為行政院跟司法院是平行的 所以 這是新聞 因為上禮拜是判決 AI判決 然後昨天是行政院頒布 AI指引 對啊 那但是其實 你等一下怎麼講這麼重要 不是 就是不同 就他其實兩個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OK好 好 那我們就繼續 最後面我們會下一個結論是 怎麼使用AI會比較安全 這樣子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在目前的AI的這個生成系統 在我們內容產業是很廣泛的在運用 像比如說我們客戶有做 動畫的 或是做遊戲的 其實他們已經 或是做VTuber 他們其實已經很廣泛在運用 這個 AI系統 甚至是 他如果在過程當中使用過AI 在最後的成果上面是看不出來的 是看不出來說他過了 有沒有使用的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再往後面再看 其實像 之前的好萊塢就有一個這個樣子的案例 這一個動畫是完全都是用AI做出來的 他在人搭配的去做調整 所以 整個用AI做完的 AI的動畫 一周就做完了 其實已經開始在使用了 而且是很廣泛的在使用了 我們再看下一個 大家有看到這個新聞嗎 是之前辦的活動 TIA辦的活動 那天有找像志祺 還有一些公司有去 有去做分享 可以如果可以很仔細去看 他們怎麼在內容還怎麼使用AI 第一個 就是他是 像志祺他是用修改文稿 去用AI 所以你就知道說 他的底稿是誰寫的 是他們自己的底稿 他是把它當作工具 在修改他的這個底稿 所以他是用工具的方式 在使用AI 那下一個呢 下一個人呢 他們是做這個陳華 歌手陳華的這一個演唱會 他先把那個歌詞做語境分析之後 用Mid Journey的方式 把演唱會後面的那個影像做出來 那現在這個應用裡面 他是怎麼用的 他是下關鍵字 用Mid Journey來做使用 這個方式 他其實是直接去使用到AI去做創作 我們再看第三個分享者 第三個分享者 他是跟報導者做合作 是墨語設計跟報導者的合作 他們是怎麼做 他是做一個網站式的 這個線上的體驗 然後把所有的他們在報導當中 所拍攝到的畫面 影片跟他們自己的報導的內容 做成一個體驗 是讓大家可以上網去點這樣子的內容 所以他是怎麼使用AI 他把AI當作一種算的工具 他把他在算圖的工具 所以他創作的內容 包括他裡面使用的畫面 還有他自己說的口白 還有這個背景的聲音 其實都是他們自己的素材 所以三跟一是比較想的 他是把AI當作工具 在做使用 第二個 他其實是用AI去做直接做生成 所以我們在看在做做分類的話 其實說初步分類上面 目前內容產業在用AI的時候 第一個他有可能會直接用 AI創作內容 成果 來做使用 第二個是他把AI 當作算的工具 他讓他 去運算自己 所使用 所提出來的素材 這兩種方式 最後面結論事務 會完全是不太一樣 好我們再往後面看 那這剛剛周醫師提到了 AI未來就是會當成法官 他會 司法院九月就要事情 以人工判決寫 寫這個判決書 所以其實不只是 這個內容產業 包括像我們律師產業 也會遇到AI 曾經就有當事人拿 AI寫的合約 請我們去做修改 其實我看到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對於這一塊 是 我是非常期待的 因為我覺得 很多東西是可以用AI取代 或是用AI去做的 應該就是讓AI來做 那我們的工作應該是轉換成說去確認這個 上面內容是對還是錯 只是在 現在AI還沒有那麼 這個 精準的時候 對精準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關鍵 我們還要再多花一點時間 可是我覺得長期來看 我自己是非常接受說 用AI在輔助工作上面的這個生成的 這個是大概在內容產業上面的 這個 這個情況 但是 剛剛我們一直在使用 看到已經很多很多使用的案例 可是 我們去上網去下官 是在找 找說AI跟法律的時候 我會發現有非常多的訴訟 跟非常多的爭議 明明就已經在用了 那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爭議 那我們想要 先從這一個新聞 先跟大家做分享 大家有看過這三個新聞嗎 對左邊的新聞是說 紐約時報呢 他想要告這個 OpenAI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 OpenAI用他 紐約時報裡面的新聞的文字 那有可能會影響 消費者就不去看 他以後都問AI 就沒有去 看這個 新聞上面的內容 所以他會覺得有受名影響 他覺得你不應該用我的文字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 是現在我們好萊塢的編劇 跟這個演員的罷工 那編劇的罷工 他一定不是只是一個單純的 勞資對立 他應該是屬於在一個 科技轉換的過程當中 他認為他的權益受影響 兩個科技 一個是平台技術 平台多播放一次 但是這些編劇沒有多拿到錢 這是第一個很重要的 第二個是說 好萊塢的這一些 這些製片公司拿這些編劇的劇本去訓練AI之後 開始寫劇本 然後所以他就發給編劇說 沒關係 我給你這個已經寫好的AI寫好的內容 你幫我做修改 但是我看你的實數 所以在這個AI的使用上面 對於編劇來說 他覺得 我 這東西被你拿去訓練的 然後你甚至拿這個再回來對我的時候 他會覺得 我會憑什麼拿我的這個劇本去訓練AI 這第二個 那第三個 有看過這個新聞嗎 這新聞是有一個小說家 他用自己的 自己的小說 然後把裡面的內容 關鍵字下給Meet Journey之後 Meet Journey把它生成了一個 這個小說的封面的圖 那這個圖呢 在這個USCEO的判決當中 就是美國著作權局 的這個判決當中 他認為 這張圖不受著作權的保護 這是第三個新聞 那我們如果就這三個重要的新聞來做分類 大家可以歸納出哪幾種類型呢 這是現在最新的三個新聞 如果我們把它做歸類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歸類成兩個 我們如果很簡單的把AI理解成這樣子 AI是用原始的數據 訓練完之後 透過AI的方式 生成成果 如果用把整個AI的創作 理解化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 第一類的問題會在創作過程當中 生成過程當中 到底有沒有侵權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問題 所以這是第一個 所以大家就會去問 你AI生成的過程當中 你的原始數據從哪裡來的 你這些內容有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呢 有沒有經過我的使用 還有侵權發生的時候 是要告這個AI的平台 還是要告這個AI使用 這是第一塊 第一塊的侵權的問題 那第二塊就會集中在 生成的成果 到底誰享有權利 就是大家一直去看文章 就有人討論說 AI創作的結果 到底有沒有著作權 就是剛剛那個 小說 USCEO的這個判決 所以如果 我們一直去看以前的新聞 就會發現說 其實 目前法律上面的討論 就會集中在這兩個點上面 第一個點 就是 生成的過程當中 你用的數據有沒有乾淨 你產生出來的內容 會不會侵權 這是第一塊 第二塊呢 就是生成的成果 到底 能不能享有著作權 AI創作成果 到底有沒有著作權 這兩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 這個 後續的 這個 課程就會從 這地方開始展開 那我們就先講 第一個部分 生成過程有沒有侵權 這是第一塊 我們等一下會再講 第二塊 我們先講第一塊 在生成過程的問題 討論當中 剛剛看到 OpenAI的這個新聞 OpenAI想要對它採取 紐約18對OpenAI 採取法律的行動 我們再看看 剛剛美國 編劇罷工的 這兩個新聞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爭議 是因為 如果我今天沒有辦法 確保原始的 訓練資料 是乾淨的時候 我為給他這些資料 我都沒辦法確認 是乾淨的 我今天下指定給他 他產生出來的成果 有可能就用到 別人的素材 所以他這邊 就會產生問題 就是 你創作出來的成果 可能就會不乾淨 這是他最根本 最根本的問題 用Meet Journey 其實就還蠻明顯的 就是這樣子 因為Meet Journey 後面的資料簿 他收集了海量的資料 其實你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用過 誰的圖 他拿到那個圖的時候 是乾淨的 還是沒有乾淨 這件事情沒有辦法確認 所以用Meet Journey的情形 就會有這樣注入很侵害的疑慮 那如果我們用Stable Diffusion 會好一點嗎 這個問題 會好一點嗎 其實可能也不會 因為Stable Diffusion 他的 開源資料裡面 其實他有 還是他有可能是在網路上面 抓很多的圖出來 雖然他跟 這個Meet Journey 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他抓的內容裡面 還是有包含很多 著作學員受保護的圖片 有可能 所以我們知道說 如果我單純用Meet Journey 跟Stable Diffusion的話 這兩種方式 我沒有辦法排除掉 這個原始素材不乾淨的 這個問題 我們再往後面看 如果 如果今天我沒有辦法排除的話 我要怎麼降低我去使用的風險 我要怎麼去降低我用AI產生出來 這個侵權的風險 我們會 我覺得 今天我們就直接給結論 第一個就是 你下 指令的時候 不要去講那個特令的作者 那個角色 這是第一個 就是我下指令的時候 比如說像這個 就這樣子 會跑出 這是AI創作的 為什麼會有兩支皮卡 就跟一個這個 因為他下指令的時候一定就跟他說 我需要兩支皮卡丘 他就會真的給你皮卡丘 可是如果你下指令的時候 你可能用糊一點的方式 或者是 給一點不要那麼直接的方式 你就可以去避免掉 這樣子的風險 這是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是 其實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可以使用自己的資料 透過Sterole Diffusion 搭配這個Laura的技術 就是我 給他的素材 全部都是我自己創作的 我今天限制他能夠 能夠擷取的素材來源 都是 都是我自己的 那我如果可以確認這件事情 他產生出來的成果 可能就比較不會有侵權的疑慮 就是這兩個 很主要的這個 簡易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回到像剛剛的這個 那在內容產業裡面 像剛剛有提到 內容產業的這個工作者 是怎麼使用AI的 像剛剛有提到 第一個 修改文稿也是一樣 我要怎麼去避免我修改文稿 會有這樣侏蠢侵權 就是 其實我把AI當作一個修改工具 我給他的文稿 底稿就是我自己寫的 所以他只是去幫我去修正 這樣裡面的內容 縱使 縱使有可能有侏蠢的爭議 別人也看不出來 因為這個修改底稿 我不知道 因為底稿是我的 所以修改的結果 其實你很難講說這個 地方有哪裡有侵權 很難的直接去認定出來 那第二個 可能就會稍微有一點疑慮 就是 用語境 把歌詞做語境分析 再透過Mid Journey 直接去生存各種圖像 其實這個就會稍微有一點 比較危險 因為他是給他一個語境 然後給他一個指令之後 他還是透過Mid Journey的方式 直接去產出 這樣子的產出方式 就會比前面的那種風險 再高一點 那像第三個 在報導者的這個裡面 他也是安全的 為什麼 因為在報導者裡面 他是用 他自己去 這個 專訪的影片的素材 用自己的這個聲音 還有他們主持人的聲音 然後去做成一個 這樣生存式的 這個 這個 體驗 所以像全景影像裡面 都是來自於 他自己乾淨的素材 他就比較不會有 這樣子侵權的疑慮 我們再往後面看 後面 我們就直接一個 可能的方向是什麼 就是第一個 重點是 我要怎麼避免我使用AI侵權 就是 限定資料庫 截取的範圍 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我如果在用的時候 我就直接使用AI當作 是一個修改工具 我不要讓它直接去產生 產出這樣子的內容 其實這兩個方式 就可以做到 可能去降低這個侵權的風險 那下一個 如果 想問大家 如果 我沒辦法降低 這樣子的AI風險 比如說我還是要用 或者是說 我真的都沒有辦法去 避免這個風險的時候 這樣子的AI還可以用嗎 我還可以去 我還可以再使用AI嗎 如果我沒辦法避免風險的話 我還可以去使用AI嗎 或者是AI 還可以用在哪裡 這樣我想問大家 大家有這樣的經驗嗎 如果今天沒辦法避免 到侵權的風險 我知道說今天圖片就是 有可能會侵權 我就是要使用它 那我還可以用在哪裡 用在哪裡 被營利的話可能 只要公開傳輸之後 可能還是會 不行 所以 我們的客戶 其實也有人去 這樣問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們會給的建議 是這樣子 就是 我今天 在內部的溝通缺點中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一隻 馬 然後有 豬的鼻子 然後腳超短的 我要這樣一隻動物 我就跟周醫師說 我現在想要這一隻動物 那周醫師你可以 幫我畫一隻嗎 他是業主 我就想要 他是設計師 我是業主 我就說幫我畫一隻這樣子 可是 他腦海中想的是誰 我不知道 但我腦海中想的是 那個綠牧場的小霸王 就是便便藏 日本的卡通 我心裡也想要這一隻啊 可是周醫師可能不知道 所以 當我們今天在做這樣 內部溝通簽約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這樣子的圖像 用透過AI的方式 先深層之後 我就可以給周醫師看 馬上 這樣業主跟設計師之間 可以確認說 我們之間美術風格 內部的溝通 馬上就讓他知道 然後 再把這個圖 可能列為合約的附件 那我們可能就不會跑掉 但是這張圖 是沒有辦法使用 因為未來在做產出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再使用這張圖 但他可以 作為一個 這個 內部美術溝通的 這樣子一個附件 所以如果 我今天沒有辦法避免風險 但是 但是在這個 還需要使用的情況之下 盡量就是 變成是一個內部使用 不要對外的去做公開 他也可以 也可以降低一些風險 那這個是我們 第一個部分 針對說 這個 剛剛看到那個圖 第一個圖就是 生成功能當中 會不會侵權 我們做的第一個 第一個回應 是這樣子 好 我來補充一下 剛剛前面的那個部分 好 謝謝大指邊 這個 這個部分基本上就是在 這個 提案溝通的過程裡面 如果現在是用 我先講一個 大的方向 就是剛剛魯醫師有提到說 為什麼前面會 提到有些 人的態度 把它當工具 這件事情其實 就 我如果是 像我們在動畫產業看到 動畫產業他們基本上 他們會認為說 我今天用AI生成的東西 比如說我直接丟出去給 業主 或者是 我提案就是要做這個內容 直接丟出去 這件事情他們可能就會覺得 好像 不OK 等於算 人家花錢來 請你做這個 結果我是用AI 完全生成 那 他們在協會裡面 就是在倡議一件事 就是說你把 甚至AI當作一個工具 那你應該在事後去用人力的介入去調整 你還是應該要有些原創的元素在裡面 而不是單純的就是100%的依靠它 就是一個 理解的方式 那 那所以你今天如果是說好 我如果要最快的 最速成的方式 我現在要 可能 我不是在成品上面去使用它 我在提案的過程 裡面去使用 甚至AI的話 那基本上 這就是一個 可行的一種方式 就是我對我的創作是負責的 我只拿來做提案 但是之後 還是會有我的原創的元素在裡面 就是叫 負責任的AI的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對思維 那 那 我副來提一下 剛剛 盧玉士有提到說 我們在一般 你說像 這種 比如說圖文 或者是動畫產業裡面 講了蠻多的案例 然後這個在文字的部分 那如果我今天是在音樂產業 或者是自媒體好了 那在這件事情其實 有 很多時候 他除了 過去大家 如果你大家在看網路文章 你會發現 很多人都討論著作權的問題 對不對 那除了著作權以外 還有什麼 如果你今天是音樂產業的人 你今天是自媒體 YouTuber KOL 那請問一下 著作權的議題 這還有什麼 人格權 肖像權 還有嗎 還有什麼東西 跟你也有關的 還有什麼 個資 你的 你的訓練的 這個來源 你可能 除了著作之外 你會有 像比如說 之前的那個 AI巡猿之 AI巡猿 那個東西 他 他基本上 我現在如果要訓練出AI 巡猿之的 的那個 歌聲的話 我要先用大量的 巡猿之 他唱過歌 然後去建模 那個模式必須要先建立下來 我才 為周竟的歌進去 讓他用 巡猿之的聲音 把它表現出來 那 在這形體底下 你也要建 這個模型的過程裡面 你會大量的去用到巡猿之的聲音 就是這個 這個部分 那聲音本身 他不是豬旋的問題 他是人格權的部分 那也因為這個AI AI的 我在音樂產業裡面 這樣子AI的議題 所以 現在也有人在講說 那是不是有 要把聲音這件事情 因為聲音就是聲吻 那 人格權可能很抽象 那麼把它當作是 跟肖像權一起處理 我講肖像權就很了 我現在 Karen 我的影像 畫面 或者是我今天 我要做 很多的 大原素材裡面 我可能 剪了很多歌手的影像進來 然後用AI生成一個 影片 當我背景 類似像這樣子 好 那我拼了一大堆的肖像出來 你就很好 懂 說這要取得授權 但是聲音的部分 人格權 然後呢 所以也有人在講說 那是應該怎麼樣 去提升保護的程度 所以也有人在講說 應該要把它跟肖像權去做 一樣的事 但其實對法律來講就是 人格權是可以打一包 那就處理 基本上是這樣 那個資又是一個問題 那像剛剛 行車記錄器 的部分 不過今天就是用大量行車記錄器的影像 去做創作 那它就會有涉及到 會不會有個資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 也是一個 我先問一下行車記錄器 有沒有著作全保護 有 我問你 來 我覺得嗎 對 著作全保護 有沒有著作全保護 大家覺得有沒有 我覺得有 你覺得有是不是 有沒有覺得沒有的 你覺得沒有 我跟大家講 原則上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時候 那我拿行車記錄器來用 這樣 我是不是就不用 去拿 諸作權的授權 你覺得 哇 那是不是隨便你用了 爆料公司的那些 行車記錄器 或者像你的素材 哪用是 感覺都沒有侵權的問題 沒有 我剛剛講嘛 除了 那個製作權以外 還有什麼權利嗎 他可能就會涉及到 個資的問題 是嗎 對 那個也是個資 當然是 他拍要錄人也是啊 大概是這樣 所以 所以 他擁有 前途就是 影片的那個當作人 他沒有人 合得 看 你買一本書 請問你可以拿去影印嗎 不行啊 那你買一本書 你有買到他的 著作權嗎 沒有啊 那所以你有行車記錄器 你有取得 那個 消量權 的權利嗎 那是兩回事啊 如果他碼了秋台 碼了那個人的 那個東西 內容 那那當然 這個你在利用的時候 就沒有 消量權的問題 碼掉 但是收集的時候 還是會有 那如果他解釋過那個 節奏 那也是一樣啊 那就是你利用啊 那個也是 就會有個資法的議題 所以 我現在只是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 你如果今天是自媒體 你是這一個音樂產業的 你可能就還用到著作以外的東西 這個就是要特別留意的部分 這個是要跟大家講的 好 好 好 那我們就再往後面 第二個問題是說 AI生成的內容 到底有受到豬肉犬保護 那我們現在先撇開 就是大家聽到的 那 我可以先跟大家填掉一下 就是說 你會覺得說 AI生成的內容 是受豬肉犬保護 可以幫我舉手嗎 就是我今天用AI 我就下指令給他 然後他就生成了一個圖 一首歌 一段影片 那這樣子 這段影片 一首歌 一個圖 會受豬肉犬的保護嗎 一個很漂亮的圖 這樣子 你看你用多少力氣 對我今天一直下 就是一直下 一直下 關鍵是下了很久 下三個月 然後 弄出一張圖 這樣子 那這張圖 這張圖三個月 會覺得這張圖會受豬肉犬保護嗎 會覺得有的人可以幫我舉手嗎 那你也有覺得有 我覺得 了解 好 我覺得這個就是 大家的人有看法 那我們先講一下說現在目前 實物上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的 這張圖 就是這樣子 他下了很久 作者覺得說 這個我關鍵字就一直下 一直下 我去一直調 調 終於把這張圖調出來了 我是用無數的關鍵字把它調出來 這AI做的圖 那為什麼這張圖是沒有受到豬肉犬保護 他覺得很疑惑 可是這張圖 在這個目前的建議上面 他是不受豬肉犬保護的 很逼真的圖 那當然他去參展 大家都覺得他是作弊這樣子 我們再看下一個新聞 這是剛剛提到的 其實這是一個 這個小說叫黎明的曙光 那他就是用這當中的內容 去下這關鍵字之後 用me journey 產生這樣子的一個圖像 其實這個圖像是來自於他 對於他的這個創作裡面的理解 所以他就才來把這些意象 抽象意象下給這個me journey me journey 就幫他剩了這張圖 可是一樣 在這個美國的這個豬肉犬局 他認定也他也是不受犯權的保護 這是這兩個新聞 所以我們一直去看 像這個是最近的新聞 最近才發生的 他也是一樣覺得說 這個圖呢 不受豬肉犬的保護 那這個作者很特別 他其實就跟法官說一件事情 他說 我今天想要做一張圖 我可以拜託別人幫我做 我可以委託一間公司幫我做一張圖 那我都可以委託他 所以我今天委託人只是AI而已 為什麼 憑什麼 我委託AI的時候 你就不讓這個圖做保護 那法官就舉了一個例子 就之前那個猴子的那個例子 他說猴子自拍 因為 為什麼猴子的自拍照 不受豬肉犬保護 因為它不是人的創作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 這個要受豬肉犬保護 一定要是人的創作 的這件事情 好 AI生存的圖變受豬肉犬保護嗎 問這個問題之後 他就說不算 這個是因為不是人的創作 所以就不受保護 那我跟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是讀二類組的 那我就跟我同學講這件事情 他有問我這個問題 我就跟他講這件事情 他就問我說 好 因為不是人的創作 所以不受保護 那 是不是人的創作 那到底跟豬肉犬是什麼關係 為什麼 跟人要有關係 那東西很漂亮 而且是我下很多指令的 為什麼 跟你前面講的人要有關係 是不是人的創作 跟豬肉犬有關係嗎 有關係嗎 像周律師剛好問一個問題 他就說 行車記錄器 它有沒有受到豬肉犬的保護 有嗎 可能是沒有的 為什麼 因為 我們豬肉犬保護的是 人要有創意 要有思考 它本質上是人的創意 跟思考 才受保護 所以 行車記錄器 它是你 車開過去 轉彎 它就是 機械式這樣子錄 錄口間這樣錄 它其實是沒有搭配說 我的個人的思考 在那個裡面的 所以 豬肉犬要保護的本質 一定是要經過人的創意的思考 它才會在豬肉的網上 是有那個價值存在 那如果有人把車子當作 就是 可以 攝影機 可以 概念來開 可以 這樣就可以 對就是我 我今天用那台車 我就說 我就是把它架著 然後我說我現在 然後 看這個角度 對我就是要做這樣的創作 那就有可能有 但是如果是機械式的 可能就沒有這樣子 所以我就跟我同學說 喔這是因為呢 著作 quo MARK 著作權保護是人的精神創作的成果 所以呢 一定是要就是人的創作 才可以 講到著作權 他就這又問了 我也問你 他說 好 在我到這邊都跟你講 為什麼 AI 牽程的續片 不是人創作 是我下指令的 我下指令給 AI 的 那為什麼不是人的創作 為什麼你們許 While 法律的人之後 你們頭腦都跟別人想的 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其实都会这样子问我们 然后我其实 我在这个当下的时候 我其实也觉得 其实他讲的也是有道理 那我想问大家这个问题 为什么 AI生成的图片不算是人的创作 它到底关键到底卡在哪里 你今天去上网找任何一个文章 就是在这三个问题里面一直卡 他说AI生成的图片受保护吗 不是 是人的创作 那人的创作跟做什么关系 就是要这样子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AI生成的图片 为什么不算是人的创作 为什么 对为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控制力 它其实关键就是差在控制力 它在控制力的这个点上 为什么我今天用AI去创作的时候 我不能够享有这个著作权 为什么 是因为是差别就差在控制力 结论上面就是控制力 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给大家 以前呢 我去看陈诚波的画的时候 陈诚波画图的时候 它是拿它的笔在那边画 所以你会觉得笔是陈诚波 是一个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工具 所以真正有创意的人是陈诚波 他透过笔的方式 他百分之百控制的这支笔 把它画出来 所以我觉得 我们会认为笔是工具 所以我们会觉得陈诚波画出来的画 是享有著作权的 因为他完全可以把他从脑当中想到的内容 百分之百贯彻在他这样子上 我们可以觉得这个是百分之百的贯彻 那我们再到近代一点的 很多画家是不是都用电绘板来画 当我今天用电绘板来画画的时候 我的控制力是百分之百吗 不是 因为它后面的涂层是可以用电绘帮我做的 它会去帮我生成一些涂层 可是我的控制可能还有七八十 我可以知道说我大概画出什么样图形 所以我今天用这个电绘板画的时候 你会觉得用电绘板画出来的图 我不受著作权的保护吗 你不会觉得 因为你的控制力其实基本上还是有 也是你在创作这件事情 可是这件事情到了AI呢 到AI的时候 我的控制力是有不到百分之百吗 没有 我控制力有七十吗 可能也没有 因为我今天下给AI指令的时候 我不知道它会生成什么样的图 甚至我这次下的指令跟下一次下的指令 可能东西会不一样 所以我的控制力从一百七十 慢慢的一直往下掉的时候 我当中的意志 是不是就无法整理在这张图的上面了 所以刚刚一直在问说 为什么要人的创作 为什么人的创作跟这个AI有关 为什么AI生成的东西 不能够受著作权保护 其实就是三个字 控制力 控制力没有到 因为你今天在创作的时候 你的意志没有办法灌溯在这张图的上面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精准掌握这张图的时候 从美国从台湾的角度 现在目前的这样子 在现行法的角度上面 它没有办法强行著作权 因为你不知道这张图跟你的创作力之间的关联性 我们拉不起来 这个就是最后面的结论 所以为什么AI生成的图片不算是人的创作 没有办法享有著作权 其实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你的思想跟表达 你没有办法贯穿 你没有办法贯穿到那张图上 我的思想到表达 这是著作权法最重要的要件 思想要表达出来 可是我的思想到表达的路径当中 没有办法通过AI来贯穿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思想没办法贯穿 第二个是我对于AI控制力还不够 我没有办法控制到很精准说 我现在这样子的图形 把它控制到至少跟电汇板一样的程度的时候 在目前的这一个当下 没有办法享有著作权的原因 就是因为三个字 因为它的控制力还没有那么够 对不起,要补充了 对,差不多了 那我再问一下 如果没有控制力的话 那这个生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没有法律上面保护的著作权 比如说像刚刚那个音乐产业会 我上次去 我去MyFone的行动创作营 我去当那个讲师 刚刚我前一场 我也是讲AI议题 我前一场是 它是在展示音乐产业在用的实际的一些系统 那它怎么展示 它从作词开始 AI生成词 再把它词用到另外一个软体去生成曲 然后再把这个结果 它有AI混音 对,然后再加上一些不同的音轨 都可以用AI生成器乐 然后把它整个音轨混在一起之后 就混音工程也可以用AI来做 然后所有的 你只要有主旋律 它反正是主旋律AI生成的 那我就可以把它用 看你要加什么乐器 它都直接把你生成出来 然后最后就是输出母带 然后我就问那一个创作者说 那以前一首歌 你可能从创作词曲曲到单曲出来 你可能要花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 这是传统 那现在从AI生成开始 我跟他说大概多少 他说像样的 可以真的拿出去的东西 大概以他 因为他是音乐人 所以他英文他本来就很会调 然后以他大概半天 就可以由母带出来 而且实际他也不用当下 但是他有讲一件事 他说这个东西基本上 以他们音乐人的角度来讲 我算花半天 可是他觉得他只是一个六七十分的半成品 他还是不会拿出去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他觉得这样不负责任 所以这个 好 那我刚才讲的一个废话 就是说 除了著作权的议题之外 那 乌鲁坚 没有著作权保护 那剩下的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是生成一张土 没有著作权那是什么 对 那还有什么东西 你去想想看这个问题 如果说没有著作权保护的话 那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很单纯的电时记录 就这样子 那这电时记录有没有权利 你还是有啊 你朋友call你 苏仁迪的档案 你有没有生气 他没跟你讲 他就跟你讲一件事情 那档案 你有什么 没有啊 那就是档案而已 call你的东西复制 干嘛 他说那是我之前 二十年前写的新书 你怎么可以给我call走 它就是一个电子记录 他还是有个权利 但是我们用所有权的概念去讲 就像刚Kiki讲的那东西 我刚问他嘛 我买一本书 我没买到著作权 但是我买到这本书的权利 那如果这本书里面 它是一本无字天书 根本没有著作 打开没白的 那我还是买这本书吧 所以我买一本没有著作权的书 但是他有所有权利 那下一个延伸的议题 那个大家在用AI生成的这些系统的时候 你有像阿富你有付费吧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过使用者的条款 有没有看到这 好那我再问 那我再问下一个问题 生成的东西 我现在是YouTuber 我把这生成东西直接拿来当素材 使用到我创作的端营里面去 有没有问题 我基本上没有控制 生成的东西 我就只是涌唱了几句而已 出来就是这样子 反正出来什么不重要 重点是我不用再创作了 就这样 那东西我拿来就直接用 跟他讲的时候 可能不会讲一模一样 所以他可能还是有控制 没有 他其实根本不在乎他生成什么 重点是我要 所以我只在我的影片要生出来 但是影片的素材我不在意 你懂我意思吗 对好那这样能不能用 没有说我选保护 我用超爽的 是不是这样子 我怎么没有人讲话 大家觉得 觉得我刚 问一下百万是网红的吗 百万是网红的吗 百万是网红的 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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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其实 问的两个问题 就是要打到这个结论了 是什么 你如果今天 你如果今天 没有初选保护 那不代表我 我是真的拥有这些生成的结果 这是一个问号 为什么 因为你是用了开发者给你的系统 除非你自己写一个AI程式 除非自己写可能都在那边 对 你们也是付费有好东西 对 它是用核心技术 也是有用到 GDD还是 对 对 除非你自己写程式 要不然的话 你永远用了别人 就会有一个问题点 就是说 那些产出的东西 不管它有没有周全保护 那些电池记录的归属 那个就是要看 这个使用者条款 因为它就回到说 比如说你有免费的 系统写出来的东西 生成出来的东西 它可能告诉你说不能商用 那我今天 放在我创作的影音上面去 那之人家 你就考验人家 要不要告你而已 就直接这样 他告你 你就跟他讲一句话说 你没诸多选 你要告我什么 我说没有啊 我使用者条款说 产出的东西 全力在归我这里 我没有讲周全归我 我没有讲周全归我 电池记录也才是我的啊 是我授权你用这些电池记录 我没有说 我授权周全给你啊 大家知道那个逻辑的问题吗 这件事情 基本上没有人讲过 你在外面看不到这种 我们的讲法 但是那个就是一个风险 在这里 就这样子 总是让大家觉得 今天来听有些收获 对 当然是 下一个问题 合约里面 还有一个叫做原创条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你今天如果是YouTuber 你去接案来的话 可能业主发案子给你就会说 你要承诺说你的东西就是原创吗 来问一个问题 我用AI生成东西是不是叫原创 我如果说今天这个 这个广告公司啊 行销公司发一个案子 给我创作短影音 那我就呢 素材就用AI生成东西做出来 好 加到我的这个影片里面去 那当初我先原创 那这样会不会违约 你觉得有没有 我如果一部分用别人的东西 不是我自己创作 是要原创吗 大家觉得 跟业主产生一样 对 我是觉得 这个就会有 违约风险 它不是清权风险 它是违约风险 对 这个基本上也是没有人讲 大概是这样子 好 ok 好 那我们就往后面看 所以刚刚的最后结论就是 为什么现在AI大部分的这个 就主管集团都认为 没有自国权保护 创作成功没有自国权保护 原因就是因为控制力不足的问题 好 我们到后看 帮大家整理一下目前的 就是台美 台湾跟美国目前的 事物界的看板 第一个呢 是 最近行政又刚通过的 这个指引草案 它总共有10点 那我帮大家浓缩一下 我觉得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是第八个 它前面指引就是说 你现在东西不能够为AI 机密的文件 你不能为AI拿去使用 然后这种保密型的 你也不能够这个 这个 这个 拿去AI里面 为AI或使用在里面 决策的时候 你也不能仰赖AI 生成是 AI使用的时候 你还要揭露给 大家知道说 我现在政府机会用AI 生成文内容 我要揭露给大家 然后还要留一个资 智慧来拿个人格权 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第八个 它说要求厂商要遵守这个指引 所以只要做标案的人 他有可能 他前面指引怎么要求我 下面机关 厂商就要跟着做 这会对于这个采购厂商 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以后采购厂商 如果真的接了政府的案子 他是不是有可能 要去揭露说 我这个案子当中我有使用AI 如果有这个指引过 现在目前的草案 如果这草案过的话 可能在采购那边就有影响 这是第一个 好再看一下 那真的我们刚讨论两个问题啊 会不会侵权 你生产过程当中 你没有用那些不干净的素材 有没有侵权的问题 还有创作的这个生产成果 属于谁 我们智慧局 其实在110 因为今年其实就有做函事了 他就直接斩丁姐跟你说 你在收集阶段的训练 在模型的时候 你就重置别人的这些原始创作 你除非有合理使用的情况 不然你都要得到别人的同意 就是那些素材不干净的 你就有可能会中奖 这个是智慧局的见解 再下一个 利用生成式AI 产生生成这些内容 不是人的精神创作 他也认为说 这个地方可能就没有 没有收到诸多权保护 跟美国的这个 USEO的见解会差不多 但因为台湾目前没有实物案例 美国才有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一下 美国USEO发布的指引 这案例是前面有提到吗 这边是他的指引 其实他的指引 其实也很单纯 他就重申说 只有人类是可以是著作人 就像前面讲的 只有人类可以是著作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他说 科技工具 可以作为创作过程一部分 他说 你可以使用没有错 但是呢 你要做什么 你要讲说 你要讲说 你在创作过程中 哪一个部分有使用AI 你要把这件事情揭露出来 所以其实 美国在做指引的时候 他其实是蛮坦白 就是如果你全部都用AI做的 你就不受保护 但如果你有使用AI的人 你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揭露出来 这是美国在那边指引 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 好 最后 美国的USEOC 还有讲一件事情 他说 有时候你在创作的时候 你有部分的使用AI 有部分你是自己创作 那你就你原创那个部分 你还是可以享有著作权 所以就跟回到刚刚讲的 你对于你有控制力的部分 你就是有著作权 但是你如果是使用AI去生成 没有控制力的部分 你可能就没有著作权 好 这以上呢 是这个 这个USEO的见解 那所以我们还是回归 前面的这个部分 我再讲两大障碍 就刚刚提到的 为什么一直去查文章 会发现说 AI侵权 AI使用侵权 AI不受作权 保护器就是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我如果我没有办法 确保原始的资料干净的话 我用AI生成的内容 就有可能侵权 这是第一个结论 那第二个结论是 只要我使用AI 我的控制力不足的话 我就这个生成的成果 是没有办法享有著作权的 就真的这样的结论 那我们想说 在这边呢 也给大家一些 在使用AI 在做内容产业的时候 一些建议 第一个是 AI生成的东西 你不要直接用 你可以把它当做 是一个修改的 调整的工具 但是你一定要 不要直接去使用 而且你要加入个人的创意 第二个是说 在使用特定艺术家的时候 你不要去把这些 艺术家名称 或者名字 你下那个指令的时候 你不要直接把 那一个特定的人讲出来 不然你做出来的东西 会跟那个东西很像 第三个是说 你可以使用自己训练的资料库 然后避免去使用 那些未经同意的这些素材 还有是 要去明确的区分说 哪一个部分是AI生成的 哪个部分是自己做的 这个在创作过程当中 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我们今天有可能是业主 我有可能是这个创作者段 所以我今天在接到工作的时候 我今天要去明确的区分出来 或者是告诉我的下方 常常知道说 你到底哪一边是AI做的 你要告诉我 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确认说 这一个成果 本身到底会不会情权 最后是 无论你是否使用AI生成 都要去保留这样的创作过程 因为之前日本就有个案子 那个创作者 还要拿出自己的创作历程 告诉大家说 我做的东西是没有使用AI的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 AI使用可能变得是 蛮tricky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有没有使用这个AI生成 都应该去保留这样的创作历程 这是我们最后想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这样子 好再看周医师这边 有没有想要再给大家一些建议 我刚刚因为被 小朋友吸引住 我现在脑袋被空白 好啊 那我们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 其实我也 我有一个东西想要问大家 先帮我那个关注一下好不好 工商 对这个最重要工商时间 工商时间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有 一到五 都会有一些跟IP 内容产业有关的 对但忘记放Google的那个 可以让他直接手码做五颗星评论 不要那么谈解 好不好意思 来 刚刚其实 鲁医师提到了那个 深层的结果这个事情 随便 因为他其实 控制力嘛 还有就是跟原创性 去做一个结合 但是我只要提一个例子 让大家去思考一下 像原创性的东西啊 他到底要怎么样去界定 因为我们来讲说 为什么他不受保护 因为他产出的结果 不是我脑袋 当时我在下指令的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预想到 他生成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要不可控 我在输指令的时候 我那时候脑袋 没法百分之百确认 他会产出什么样具体的东西 我要实际看到 可能知道说 跟我刚刚想的 有没有类似 这样子 好那所以你会看到说 那会不会是一个 呈现的方式 呈现的方式 呃 看起来 是不是原创性跟这个做连结 那有一个东西很有趣啊 这是一个很早期 非常早 现在不是争议的东西 但是 虽然它不是争议 可是我觉得 它蛮特别的 叫做什么 程式语言 code 我在coding的时候 这个程式语言 这东西 大家知道用什么保护吗 程式语言 我写的这个软体 我写的这个系统 的程式码 是用什么保护的 大家知道吗 是用著作权保护的 我刚刚说 为什么现在不是 已经不是整理 是因为 那法律直接规定 程式码就是著作权保护的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程式码 请问你看得懂吗 如果 他有技术背景的人 有一种有一半 我回来了 那我问一下这边的 那个 程式码你看得懂吗 你看得懂吗 程式码 你看好 那你不要理我 那你们看不懂吗 程式码 好 看不懂吗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呈现的方式 大家哪里理解 对不对 就一般民众 对工程师来讲 程式码他可以理解 但是对一般民众 他无法理解 甚至他也没有办法 看到这程式码 他呈现出来 运算的结果 会呈现什么样子 但是 为什么 他还是说要著作权保护 这个 对 对就是 程式码以前 最早最早 几十年前 都在讨论一些事情 就是那是古早时期 我们都还没出生之前的真意就是 他用什么 智慧财产保护 是要用专利保护 还是要用著作权保护 或者是什么 比如说像 原始码有什么 营业秘密的问题 对 那 那 最后为什么是用 著作权保护 背后的根本的 实用性的 思考点是什么 也有关 因为著作权是全球都可以主张的 那软体谁最强 都是你讲的 对 所有保护范围 很广 就是这样子 你软体越强的 当然会希望 如果我走著作权保护的话 专利是要去登记的 就这样子 那就是过去曾经有 那现在也根本不是 已经不是争议了 因为他就是著作权 那都是公约跟法律 就直接明定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还算是很古早时期的事情 不是我们这年代 所以这个只是跟大家去 去把这个案例 跟我们讲的AI生成结果 你可以去做一个联想 大概是这样子 没有什么结论 好那我们就今天做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整理到网路上 所有跟AI相关法律的文章 其实就是出现在这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用了之后会不会侵权 第二个就是他生成的内容 到底有没有受到主要权保护 所有的文章都围绕在这个上面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 从这个条路去理解的话 之后再去看文章就很快 就是要说原来他在写的是哪一个 这边是这一个 其实都是围绕在这两个议题上面在打转 那我们今天就帮大家做一个很初步的总结 那也希望说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在作品的进步的交流 好 周律师还有录影故事 那个录影的观众 麻烦帮我们扫码一下 好我们再次掌声给周律师跟我们的盧律师好不好 跟他们的分享 我觉得 相当我觉得AI的法律对议题不是在找答案 因为就像刚刚周律师提到的一样 他刚刚提的是要是再讲一个干净就是说 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能在数十年前也是一个争辩很多的 就像我们现在在争辩的 可能在那个小孩啊小朋友 长大之后就是零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 这个法律是在混沌的过程当中 那我觉得过程当中 周律师也讲的很直接啊 反正我这个都被切掉 所以我可以直接讲 就是这跟利益有关系嘛 不好意思 跟利益绝对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最近有听到有一个 帕克斯在讲这件事情 这边很容易掉手机我发现 对今天已经掉了第三次手机了 OK 就是 就是在讲著作弦这件事情 著作弦好像也才五六十年的历史 啊不是 那个 那什么 专利圈是不是 专利 应该不行 应该不行 就是一段时间啊 就是说 在这时间以前是没有这件事情 也是后来因为利益关系 最开始有这件事情 然后不让某一些人去 把持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这东西 是一个 蛮好玩的过程 跟一个 大家可以去识别的 因为这东西跟我们 接下来的生活 也是还完相后 特别是小朋友啦 所以我都觉得现在 孕育生小孩蛮了不起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 他们接下来的未来真的是 混乱 法律上混乱 创业上混乱 生活上混乱 这样子 所以就要补充 我很怕我话被剪出去 我还是要讲一下 美国人超棒 对 那我们是 美国人莫多很多便利啊 深层是AI 是从那边 哦 开始广化团队超棒 好啦我们从美国人很坏 那边剪掉就好 好吗 后面都没有 然后我单独成一集 这样子 然后remiss版这样 OK 所以再次掌声给我们周律师 跟我们的 跟我们的 主律师 我觉得非常很棒